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队伍之中帮忙 就看看你的表格填对了没有 而一看到我们亚洲联孔 他就来 你好 然后还真的大伙人都说你好 可见整个队伍都是中国人 中国游客 后头 我瞧我后头一个女的 提着一个LV的一个大箱 比行李箱 是皮的 价钱牌都没摘 我偷偷瞄一眼 大概一万多棒 他那个 他是新买的嘛 他说他整个拿过来给官员看 证明这是在这买的 好 我再看 一万多棒一个箱子 对 那就是十万港币了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价钱 我记得没了 他要往前看 往前看怎么样呢 那几个中年的 当然是富商之类吧 也不晓得是 反正是气管高成吧 就忽然听到原来喊 林总 他手上拿一堆那个单要退 一叠厚厚的 林总 那张单是不是在你那儿 哪张啊 十一万磅那张 什么十一万磅一张单 那我想妈的 我拿我这几张子 凑起来 总消费额还不如他退的税多 我说妈 我这怎么办 我当时有点着急 你知道吗 没错 人家是过来问我 跟我说你好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该装我的吗 我是日本人 说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很大大的不好 没错 拯救你们欧洲 很对不起 是不是该这样 没错 我现在也感觉傲慢的欧洲人 现在在商店里碰见我呀 确实会加一份热情 就是人呢都是挣钱的 现在你已经感觉到 他可能心里也瞧不起你 对吧 但是至少招呼你啊 变得热情多了 而且每家店里都有中文的那个 导购 导购 而且美女啊 我跟你说 就是说选 为什么选美女啊 就样子好啊 这次我们买东西是发现的 你要是长得漂亮点 我还真驱使我多花钱 对吧 主要是针对你 对 因为人性嘛 人性 我就是 但是我觉得 这个问题 今天看 就是欧洲的这个中国风 中国元素 但是呢 咱们不是喜欢追溯历史吗 这次我去啊 我也在处处感觉到一点啊 欧洲的这个中国元素 你知道吗 他这个实际上 咱们不是今天 才引起他们注意的 咱们一早啊 就热过 但是热的原因 和方式 对 都不一样 挺有意思 比如说啊 这次我们 就是到巴黎嘛 到巴黎 感觉得到那个 有个双 双手咖啡馆 双手咖啡馆 就在圣日耳曼广场 圣日耳曼教堂的这个对面 旁边就是著名的 花神咖啡馆 你知道吗 就是当年很多 萨特他们 对 这萨特就 我跟你说 我现在觉得萨特 就是巴黎咖啡馆代言人 你知道吗 哪家说要去 就是萨特在那喝过 咖啡 喝过 不过 这也说明人家这个文化呀 对 一百年以来 中国市民可会认同一个中国哲学家 经常去哪喝茶 他连有也没有啊 对吧 所以这是也有意思 在巴黎 好像萨特说去过哪 喝咖啡 在北京成都秀去过哪 大家早忘了 对吧 对 连他房子都拆了 所以这个双手咖啡馆 双手 他这个法文的意思啊 就是俩老头 对 当然也可以翻译成两个丑八怪 对 为什么有这双手呢 是因为啊 他这个咖啡馆里啊 有两个清朝的那个木偶的那么个像 那就是双手 上边那两个形象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 你看 你看就是这个咖啡馆啊 很多这个当时巴黎的这个这个 学者文文化员啊 都在这聚会 你看就是这双手两个清朝的 戴着清 你看 他们说这叫三人形 这三人形了 这叫当代萨特 哎呦 看得像啊 然后再看下边 这叫特萨 特萨 特萨 问题是这两个中国人造型也很古怪 你注意了没有 戴着这个顶个官帽吧 但是并没有顶子啊 穿着好像类似于官服吧 可是又没有那个那个绣的那个官绣 你知道吗 呃 戴着这个朝珠吧 好像但是也不是什么朝珠 就是一种啊 非官非民 瞎搞的这么一个造型 一国情调 然后为什么他们这个原来不叫双手 后来为什么叫双手啊 源于那个时候 大概一百年前吧 那个时候 在巴黎正举行过一次中国的这个展 还举行过展览 就是闹过一阵中国热 实际这次欧洲啊 是真的闹过一个中国热的 所以这咖啡馆啊 就说那我们正好有两木偶 我们就改名叫这个双手咖啡馆 其实欧洲 中国热是闹过好几回的 嗯嗯嗯嗯 就2000年来 是隔一段时间闹一闹 隔一段时间闹一闹 连罗马帝国时间都闹过 嗯嗯 但那个时间的资讯太不发达 他们不太了解 那到底是个什么国家 只觉得很神秘 但是他们都知道那个国家来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呢 就罗马皇帝穿的袍子 纸袍嘛 那个纸袍是丝绸做的 对 很吓人 当时欧洲人一看 这个紫色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质地 反光的是什么回事 都晓得这种东西 是遥远的东方 一个很厉害 很牛的一个大国来的 但那是什么国家 那是个神话 对 所以它是隔一段时间 就来一阵子这种热 所以我觉得这种啊 也很有意思 这次我还去了这个 雨果的古居 就朋友推荐我去 一般你去巴黎 你不想不到去那 没去过 在哪里 呃 雨果的 我哪知道在哪 咱就一个打跌就去了 问自己 问第二次机 在在城市里面 在城市里面 就雨果过去中国的地方 哎呀 雨果这是一个 他我一看就说 这就是他 呃晚年和妻子和情人 在一个屋檐下 生活的古剧 你知道吗 然后你进去 找到理由了 找到去的理由了 一二三层啊 哎 对雨果有新的发现 这个雨果呀 我觉得也是个诗书画呀 过去你就以为是作家 写巴黎圣母院 啊 在巴黎圣母院附近 所以怪不得 他写巴黎圣母院呢 巴黎圣母院 对面就是巴黎大学嘛 拉丁区 对对对 好像叫福日广场附近 就是巴黎圣母院 这个悲惨世界 什么九三年 咱知道这个雨果 对吧 这个作家 可是你到他那一看呢 这是个画家呀 而且是个相当不错的 对我也 相当不错的画家 而且是个收藏家 而且他这个里边 有一间叫中国客厅 是他还是专门 为他的情人设计的 他经常去 淘东西啊 到这个古玩市场上 淘这个中国的东西 但是呢 我在他这个里边 也发现很奇怪 就是有的东西啊 你说是中国吗 他也好像啊 不大明白中国的东西的 这个怎么算好 怎么算坏 对吧 但是他就是迷恋中国的东西 你可以看看这个雨果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雨果的这个照片 你看 就是这样 对吧 就跟个风 这不是照片 对 这是他的画啊 你看 他就 这是照片了 就长这模样啊 这个 再看下边 你看 这是他的这个瓶子 你看啊 他中国的这个瓷瓶啊 就是这样 跟他的欧洲的家具啊 放在一起 摆放在一起 其实呢 你还都有点这个 反 照我看 都有点反 反琐 你知道吗 就是你再看下边 也是趣味相通 因为这是他的中国客厅 老实讲呢 中国人也不这么摆 对 但是你看呢 他就这么摆 那这些盘子碟子 你看在下边 你看 后来 我告诉你们 我才知道 我说这是哪买的 什么东西 但是后来我查资料啊 这很可能是 雨果自己画的 你看 雨果想象中的 中国 中国官员 中国官员 书摘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看下一个 书摘嘛 书摘啊 你看 尤其比较肯定的是 画面的右手边 这个杂耍少年 这个是雨果 自己画的 雨果在木头上 这么画的 你看 他画中国官员 咱们看着就挺有意思 反正中国人 除了漫画 才这么画 对吧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 我为什么雨果 这是雨果画的 这个画 画的相当不错的 这个 你再看下边 哎 这是雨果画的 热情的中国人 就 他那个时候想象的 中国人 就可以做 RQ正传的 擦图 哎 就就这么个样子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我再跟你细说音游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谢谢 顺乱将无尽共酒 众星为你聚焦 世界英移璀璨 新一代宣誓 要事登场 东风日禅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一辈子 一生情 卢州老教特区老酒 我就说雨果 这个人实际上中国人应该敬佩他 对吧 因为他非常著名的一件事 就是写过一封信 给巴特勒上尉 这个巴特勒上尉 就是英法联军 火烧人民元 给他悬要武功 然后他就当时 写了这么一封信 所以我说 爱国主义者 对吧 我这个觉得 也有可以钦佩的地方 可是我更钦佩雨果 这样的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看他说 上尉 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 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 出色的 多谢你重视我的想法 现在我就谈谈我的想法 他写了很多 就说 就说比如说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有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叫圆明园 艺术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理想 理想产生欧洲艺术 一个是幻想 幻想产生东方艺术 你看这是他的艺术观 他说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 就像巴特农神庙 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 这个真是高台了 不是 我觉得这是他的看法 他说 为了创建圆明园 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 这座大的 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 是世世代代的结晶 为谁而建 为了各国人民 你想中国皇帝建的圆明园 如果说这是为了谁建的 为了各国人民 他说 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 都是属于人类的 过去的艺术家 诗人 哲学家 都知道圆明园 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 人们常说 希腊有帕特农神庙 埃及有金字塔 罗马有斗兽场 巴黎有圣母院 而东方只有圆明园 要是说 大家没有看见过他 但大家梦见过他 你像这个作家的文笔 这是某种令人惊骇 而不知名的杰作 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 依稀可见 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 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 下面就是他著名的那段话 有一天两个在来自欧洲的强盗 闯进了圆明园 一个墙 一个烧 丰功伟绩 收获巨大 两个胜利者 一个塞满了腰包 这是看得见的 另一个装满了香夹 他们手玩手 笑嘻嘻的回到欧洲 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 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 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 一个叫法兰西 另一个叫英吉利 不过 我要感谢您尚未 给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 政府有时候会是强盗 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他那意思是 错是政府的错 不是英法两国 人民的错 法兰西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脏物 今天居然还把圆明园 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斩出 我希望有朝一日 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 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现在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 有两名窃贼 先生 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 这是余国 他是法国人 你见过哪一个中国的人 能够对中国的某些问题 能够这样发表看法吗 很少 因为大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一样 比如说尤其是近代以来 中国每次谈知识分子 我们都会加两个字做形式 爱国知识分子 就我们常常谈爱国 那爱国什么意思呢 爱国就是说 无论国家做什么事 你都应该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 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上课 我跟学生假设 说假如有一天 这当然这个很不可能 但假想 假如我们强大的像一个帝国一样 有一天打伊拉克的 打阿富汗的 不是美国 是中国 你身为知识分子 你会不会反对 就假如我们干的跟美国一样 你会不会反对 你会不会出言反对 我觉得很少中国人会这么来想问题 他 因为我们认为爱国 好像是知识分子的本位 但其实不是 你比如说 法国很多了 这种历史 比如说你到后来二战 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那么那时候 法国有很多大知识分子 像你刚刚说的萨特 他们是出来反对法国政府 继续殖民 说那是不对的 当时法国一些右翼 说你们这帮知识分子太不爱国了 说现在我们的殖民地造反 你还帮着这些叛徒 对不对 你还谴责我们国家的军队 这是不卖国贼 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那一帮知识分子 像沙特这些人 全都是参加过 二战地下抵抗纳粹游击队的人 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爱国分子 所以这帮人出来就说话 你跟我们说什么爱国 所以一开始我听见渝国有句作偶名 我本来说作偶名 我就挺不喜欢的 因为他有一句话 说人生就是为了正义和真理 一般凡是这么说话的人 我都有点烦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这是他所说的正义和真理的话 那么可以认可 对吗 但是我说的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他说 圆明园 我们没有见过 但是我们梦见过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里面有一种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 他说那就是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 亚洲文明的剪影 你看包括雨果收藏的这些中国东西 虽然我 虽然我不懂 我是外行 但是就我浅薄的见闻来说 我觉得也就是中国一些 就是怎么说呢 不是中国最高的趣味 不是中国文化最高的趣味 但是呢 他喜欢 而且你看他甚至他自己画的那个热情的中国人 在他想象中 中国人是一个有点 咱们觉得像阿Q一样的 那么一个 但他觉得那是好人 他觉得那是好 他这种文化人类学者 他觉得特色 可是他以为的特色 其实也有误会的成分 你明白吗 这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他们那时候那些 你说他看到他那些瓷器 我没见到 我不知道 但我见过很多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 其实是什么瓷器 就是中国有名的外销池 没错 那外销池是什么 是中国我们自己没有的 对 那是景德镇专门做给他们的 就他们的定制一些图样 或者喜欢某些图案 批量订货 批量订货 我们做给他们 你想咱们捞那个南海 那个沉船 那么多碟子 那个 那都是越往外销池 这法国知识分子 其实有点像中国过去讲的 以天下为己任 只是我们的天下就是中国 他们的天下是超越法国的 除了这个 如果是出了名的这种政治 还有一个自然主义作家 我们一般认为 左拉 左拉 可是左拉在政治上 是这么的强大 出来我抗议 影响到巴金 你看在法国都说 巴金到晚年都坚持这份 我对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他是跟当局保持距离的 虽然他后来变成 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巴金是 左拉的我抗议 这句声音 在巴金一声里体会 所以这个流法的知识分子 包括早期的周恩来 邓小平他们 都是受到法国的 这种知识分子从政的 这种愿望 只是我们后来经过多了 就像你现在说的 听到有人说正义 你就讨厌了 对不对 好像觉得英国人那种 好像更好 其实法国人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是最根深蒂固的 但反过来 法国人知识分子 也一向跟中国很友好 你比如说像 而且都是幻想的友好 幻想的 有些美丽的物贵 有些福尔泰也是像 福尔泰那时候 称赞中国 称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说中国的皇帝 秦政爱民 他永远以老百姓的利益 为他的利益 对 那么凡是老百姓的投诉 他必须亲自盈听 中国的官员更了不起 他不像我们 是以贵族血统 为为金取标准 而是看知识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社会 能够是越有知识 地位越高的呢 他这么讲 就科举制度 还有克里斯蒂 那个最有名的 法国的女性主义 他就说中国文革时期 女性都不涂口红 女权的真正的胜利 不需要为男人打扮了 这个啊 就跟这个恋爱 美丽的误会 你知道吗 就跟恋爱一样 爱的死去活来 实际上从来就 谁也不认识谁 你知道吗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主编宋欣 也漫游意大利去的 但是拍回来一组 他这个采访的照片 也可以看看 今天欧洲也有中国元素 你可以看看 你看啊 注意到没有 这是弗洛伦萨 远处那教堂 学老师熟吧 对对对 佛罗伦萨 你看这摆的这个包 摆地摊 你再看下一张 摆的这个名牌包 这是在罗马 这是三寨的吧 假包吧 你再看下一张 你瞧 都是名牌 谁说到中国买A货 你看现在他们大街上 也卖A货 澳大利本来就很多 当然很多是Made in China 这也是 有的是韩国制造 这很多是Made in China 对 真的是 其实他们欧洲是很多这种假货的 这种也都是中国造的 假表假 假包 你想我们到米兰 我就真的体会到 他们说米兰是什么什么都 我有几个形容 一个确实 米兰是个跟弗洛伦萨不一样 弗洛伦萨比较单纯 对吧 米兰是个混搭 商业城 它又是一个时装之都 名牌店 它又是古迹米兰大教堂 最后的晚餐 但是我要说 它又是个70年代中国 我们还看场什么 我估计米兰足球赛 我一看那个答案 不是AC米兰 AC米兰 对 体育场里的 体育场里的这个氛围 人们穿的这个衣服 当时我们就感慨 就说 他们这这个名牌店的衣服 都给中国人买走了 他们穿的都是他们给中国人买的衣服 他们穿的都是中国造的衣服 就是 反正让我想起70年代的时候 我们街上的那个也有脏乱 也很脏乱差 你知道吗 就是 但我听到的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伦敦的出租车的故事 我觉得最能典型的说明 中国现在在欧洲心目当中的 欧洲人心目当中的中国是什么 他说 你知道伦敦的出租车 这是他们的骄傲 他闭幕式都开出来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专门问他 这个出租车是哪里制造的 他就说是Nissan 是日本的技术 但是现在在中国生产 在中国生产 没错 没错 就是世界就这样分工 欧洲的符号 日本的技术 中国的人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